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白鸡蜷缩在岩石上 做出沉睡的姿态 几秒后 一股可怕强横的意志 从他体内苏醒 这一刻 林中的走兽飞禽同时晋升 或匍匐在地 或展开双翼包住自己的鸟头 高等生物的威压 让附近的生灵瑟瑟发抖 如临末日 半坍塌的犬戎山主风 老匹夫扣扬州有所感应 皱着眉头望向远方 好强的妖气 徐宁燕身边的那只白虎 他宁神细看一阵 徐徐收回目光 不再理会 另一边强横意志 降临后 白鸡睁开双眼 她的一只眼睛溢出清光 另一只眼睛乌溜溜的清澈纯真 娘娘 白鸡叫声喊了一声 接着她再次开口 声音变成成熟女性 才有的雌性嗓音 兴许的不在 小瓷儿 你有什么事汇报 白鸡的声音无缝切换 便回稚嫩的女同声 娘娘 我这会儿身在建中武林盟 此地刚有一场龙气争夺战 涉及佛门 乌神教语师 还有云州的舒适 九尾天狐沉默片刻 笑道 哼 看来这一架 打得很激烈 不然你不会主动找我 白鸡用力地点头 娇声说道 许阴罗赢了 佛门这一次损失惨重呢 九尾天狐的声音里 多了几分郑重 结局如何 杜凡和杜奈两位金刚云落了 说完 九尾天狐沉默下来 许久没有说话 白鸡忍不住开口 娘娘 把事情经过详细告诉我 白鸡就把从许清安那里听来的情报 一五一十地转述给娘娘 他说的比较简略 因为许清安说的就很简略 只是告知战斗大致的经过 我能想象到其中的惊心动魄 杜难杜凡一死 佛门如今的高品战力 只剩截罗术广贤和琉璃三位菩萨 还有杜厄罗汉 短短一个多月里 佛门损失的超凡高手 要比过去五百年还多 不愧是身负伴载国运的人 白鸡听出娘娘声音里蕴含的喜悦 抬起爪子拍一拍 石头娇声说道 是时候反攻十万大山 夺回我们万亚国的领土了 就为天狐吃笑 发情期都没到 口气就这么大 出生的狐仔不怕佛 不过你说得对 夺回十万大山的机会 不远了 顿了顿 他没有继续这个话题感慨 没想到坚政 愿意为他承受天道反噬 我有些怀疑坚政的目的 他从白鸡的反馈里 没有看出许清安遭受反噬的迹象 白鸡歪了歪脑袋 天道反噬 乌神教的助记神通 能召唤先祖英灵 以及与自身因果纠缠的英灵 通常来说 只能召唤同境界的英灵 再高 就必须依靠外力 为员攻打金山城战役里 他借助如圣客刀和亚圣如冠 召唤出了如圣的英灵 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这里的代价 不仅仅是作为载体的他 肉身会被高位格的力量摧毁 还有天道的反噬 因为这种做法 违背了规则 卫元不管有没有成功封印乌神 他都必死无疑 白鸡恍然猛吃一惊 那许银罗 高祖皇帝不是儒胜 凡事没那么大 身为一品术士的奸证 能扛下来 若是三品的许七安 就算他气运浑厚能保住性命 但也会付出难以承受的沉重代价 那承载金刚法相的动难 也会遭天道反噬吗 白鸡想到了同样开挂的杜难金刚 这不属于召唤英灵 不会被天道反噬 只是作为三品金刚的他 承受一品法相的加持 事后会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 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八了 另外 他之所以能承受 齐罗树菩萨的精血 因为他也是一位金刚 换成罗汉 不可能去献出金刚法相 白鸡乖顺点头 聊完正事 他叫声问道 娘娘 你在海外找到同族了吗 就为天壶摇头 海外广袤 荒洋湖边无际 想找到同族 宛如大海捞针 不过我见到了一位神魔后裔 从他那里 了解到一件有意思的事 白鸡兴趣十足的追问 神魔后裔 就是云州白帝城出现过的那位 他与我说了一些神魔时代的密文 以及隐晦的暗示了 神魔后裔当初逃离九州大陆的真正原因 不等白鸡追问他笑咪咪的 天机不可泄露 你现在的修为 还不足以支付知晓答案的代价 好了 带我去见他 温成碧返回议事厅 推门而入 曹清阳等人立刻停止交谈 转而看向他 老祖宗怎么说 曹清阳目光在副盟主脸上一顿 看来老祖宗的回复很合你心意啊 府警们等人顿时撇嘴 温成碧是主张把总部修在山上 在平地建成和在山中修建总部 那可不是一回事 温成碧笑着 老祖宗说了 大乱将至 总部一定要修在山上 占据地势 建筑商会的乔翁捏了捏眉心苦笑 老祖宗是不当家 不知柴米油盐贵 诸位也别奢求什么了 往后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吧 一众四品的门主帮主愁眉不展 倒不是不愿意掏钱 只是江湖帮肯定不能像官府一样收水 他们有各自经营的产业 而因为天灾人祸的缘故 门派经营的产业严重遭受打击 生意很不景气 但是那群依靠帮派过日子的人 该养还是得养着 另外又要配合官府 施州赈灾 财政压力巨大 如今还要承担总部的修建费用 可想而知 日子会有多难过 这种时候 道德底线太高 反而成了累赘 若是寻常的江湖门派 谁管普通百姓的死活呢 那是官府要烦恼的事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感谢您的收听